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打字 李宗盛 你慢一点 我没太看清楚 这是我家 家是 你把后面那段再比一下 我不想麻烦 我明白了 你说这是我的家事 我不想麻烦你 对吧 好了 去吧 念念 你来了 坐呀 要不要喝点什么 他怎么还在家里 我们刚离婚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暂时住家里 你要的离婚证 个人遗嘱给你了 把两句说给我 我要的是姜婉莉 从此离开许家 不是离婚证能解决的问题 念念 我在这个家十年了 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情 我不求做这个家的女主任 你就当我是个老妈子 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够了 再说你爸爸也需要人照顾 对不对 又在靠庄可怜博取同情了吗 许念 不要太过分了 得让人出去而言 念念念念 就饶了你妹妹吧 你要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 你也是做人女儿的 如果你妈妈再次看到你这样冷心绝情 她就不会难过吗 姜婉莉 你还敢提我妈 我为什么不敢提啊 我妈的死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你妈妈的死 是因为她良心有愧 她自己跳楼的跟别人没有关系 如果说你给谅姐说你就给 如果你不想给 你不要侮辱我 不好意思 刚刚看到眉眉关 就擅自进来了 许小姐 顾总走不开身 她托我给您带个人来 纪兰 许 许先生 你别怕 说明你已经想清楚了 当年我妈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是专门过来伺候许夫人的 许夫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每天都要按时吃药 我刚开始也是很细心地照料她 她也非常地信任我 当年我是专门过来伺候许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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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钱 让我偷偷地换药 当时我老公屁股后面 呛了一臂股哉 我也是采米性效 我就把这事给答应下来了 但是我没有害人 我换的是维生醋片 许夫人后来因为没有吃抑郁症的药 就越来越严重了我 给你钱的那个人是谁 姜阮丽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老公她跟许念是一伙的 你不要相信她 蓝剑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 我这儿有当初 姜阮丽给我打的欠条 当时说好的 一要换到什么时候 她就钱付到什么时候 我估计后来她认为 许夫人撑不了多久 没钱了才给我打到这张欠条 这些破欠条能说明是什么呀 蓝剑 我是跟你很早就认识了 也给过你钱 可是 老公我只是为了 想要了解一下许佳的情况 我只是因为爱你才这样做的呀 老公 我真的没有做换药这么恶毒的事情 老公 你不要相信我 既然已经停止了换药 那么整件事情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哦 对 我记得当初 嗯 有一个女的经常在夜里面打电话给 许夫人 对方 她大吼大叫的 应该是在刺激许夫人 因为每次许夫人接完电话 她都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难受 滚 你们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我知道你们想让我死 好 我成全你们 哦 我记得她那个电话号码尾号 非常好 67890 我只给她打了几个电话 我没有想到 她就 她就这么想不开 老公 我真的不能捉害我 真的 故意刺激一语病人 造成病人死亡 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 或故意伤害罪 要拒绝法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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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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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许小姐 按照现在的证据 还不足以将姜婉莉定罪 TC 停车 怎么了 停车 好 徐小姐 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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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什么呢 许念 你别做傻伤 有什么问题我来解决 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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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念是我 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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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好不好 下来 许念不哭 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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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